城堡專家訪問雲之一,訪問雲之學系兩座教授請郭勇說, 城堡平單新鎮實行程雲107,已經錯過了最好時機, 但未有座穩出上區前方的任務。 原來在全國雲層派進了一些全陽性的數字, 是0.2的上程, 好像有些人改了那些建築, 實際上是挺高的, 在全國雲層派進行程序, 就這樣我去測試, 出來是0.03的上程, 這樣就算是更加低一點, 這個比較呢, 你可以看到就是, 如果市民資源確實沒有需要去測試, 那個陽性比較高一點, 那個成八倍, 所以我覺得很明顯就是, 市民各有問題, 其他的樣子給他測試, 其他的追蹤, 其他將文字奪中就進去, 這裏始終是最有效, 另外疫情可以調整一下, 這個方法, 其他人有說, 鑽紅證保護門成禁廣食等, 整一下網民作思 基本上現在政府應該繼續到限制, 整個香港進行程序 那些暴視怪就應該, 現在海板對香港公有的, 實際大麻煩, 連連任何分別都會放近, 加密警方都會示出, 自分身分之間, 現在就是距離, 病人圈圈圈ている, 我在床面前, 開箱車最適合, 在床面前, 一脫下的口罩, 所有的地方全部都可以 所以一定要對所有的公眾全部做好 你不是人走到10時,就可以去到達南宿 你不可以,現在就幾十鐘就去到達南宿 就沒問題了,大家只要你放少許 你會繼續